这草原世界,草原大地深处应该就是核心了 轰然之尊说道 以我对西斯族诸多厉害的兵器的了解 于是核心,阵法禁止等等就愈加厉害 现在这一柄神剑在攻击时需要同时抵抗八重云层的束缚 威力也只能发挥住部分 仅仅凭借部分威能,想要破除更危险的兵器核心 我觉得没希望 嗯,介宁也赞同 神剑贯穿八重云层,需要消耗过半的威能 还得抵抗那九条锁链 如今威力只剩下约三成了 你们俩决定吧 你们俩最懂阵法,你们看着办 其他至尊们一个个都让纪宁和红然决定 因为他们俩是最擅长阵法的两个 红然更是研究炼制兵器无尽岁月 纪宁说道 威能剩下三成,的确没希望攻破 那就先破掉外界的九层云层 这云层就像它的一层层保护壳 让它的保护壳一层层拨掉 到时候我们想要怎么炮制它,就怎么炮制它 毁掉九层云层 核心在内,九层云层在外 能形成如此难缠这云层,必定有阵法引领 破掉阵领的阵法,九层云不攻自破 对 他们俩都是极擅长阵法 彼此一推敲就找出如何破解这云层了 给我碎吧 随着纪宁的引领 浩浩荡荡宕如高山的神剑开始肆意的挥动 每次挥动刺出,它所贯穿的八层云层都不断地被撕裂出各种伤口 云层不断地翻滚,树上的伤口也不断被恢复 而神剑就仿佛一个在锅里搅动的勺子不断地就这么搅动着 这一次次的搅动撕裂着各处云层,云层也在不断地恢复 急剧恢复,也消耗着大量能量,能量流动 神剑的原力澎湃感应着,寻着能量游动 济宁和红人至尊这两个阵法大能 仅仅斩查的时间就找出了九个能量源头 在整个草原世界最边际的九处角落 在草原世界,就算是至尊也没法看到草原世界的尽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头处时空阵法遮挡 因为尽头处就隐藏着接连九处云层的阵法 一力破法,神剑一剑刺出,直接刺向草原世界的尽头 那层叠的时空魔壁轰然一声就被刺得破碎 神剑微能即便仅仅只有三成 也超越纪宁他们任何一个人全力以赴了 这时空魔壁根本扛不住 轰隆一声便完全破碎了 跟着便露出了层叠时空背后的真实的场景 那是厚厚的云层 九处云层在这里靠在一起 他们一层层遮蔽着 九层云庇护 金宁和红然都是一席 因为他们推断的没错 否则何必这么小心的遮蔽保护呢 巨大神剑先是迅速缩回到最外围的第九层云 神剑和黑色大蛇一同联手 破破破 金宁和红然至尊分别操纵着 神剑在前面开路 黑色大蛇跟在后面 那九条紫金色锁链欲要来阻挡破坏 却被神剑分散出一些剑光给阻拦住了 神剑撕裂着第九层灰色云层 一直杀到之前发现的那隐蔽阵法之处 黑色大蛇帮忙撑着第九层云 神剑则往里攻 连续攻破八层云 便发现无数放着光芒的纹路 复杂的神文带着无尽的玄妙 能量从草原大地深处传出 透过这些纹路又传递到那一层云层之中 这是能量引领阵法 吉宁红然都大喜 真复杂 根本看不懂 强攻吧 嗯 吉宁也看不懂 就算花费十年八年 恐怕勉强能找出点头绪罢了 面对这种阵法 强攻反而会更有效 宛如开天辟地 神剑沿着黑色大蛇撑着的孔洞 刺穿八层云层 又狂攻刺在那纹路之上 无数纹路震颤 哈哈 虚空神闻 那我就打破时空扭曲时空 看你阵法还怎能稳定 吉宁继续狂攻着 神剑一次次全力轰击 那纹路不断震颤 光芒幻灭不定 在草原世界的地底深处 那两男一女却焦急惊恐起来 怎么办 他们这么快就找到连接九层云的阵法了 红袍男子皱眉焦急的 是不是 是不是要燃烧本源了 燃烧本源 银袍女子红袍男子都愣了愣 本源也就是能量的源泉 像西斯族入侵 纪宁他们这一混沌宇宙建立的那一处老巢 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攻打下来 就是因为西斯族老巢内有一个微型的本源 那一处微型本源就提供着能量 让西斯族老巢甚至能够建造一座座护道楼 可实际上 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在消耗 那微型本源已经快消耗殆尽了 这一座草原兵器威力之所以这么大 就是因为它内部也有一座本源 乃是耶尔的师尊找到给予耶尔的 耶尔这才能够炼制出一座草原兵器来 否则的话 再强大的兵器没足够能量 也是发挥不出来的 毕竟这里是纪宁他们的家乡 是排斥西斯族的 银袍女子说道 燃烧消耗太大 如果本源消耗殆尽 那就不战自败了 还是问问耶尔吧 银袍女子立即联系耶尔 很快 一道萌萌的光柱出现 萌萌光柱内显现出了虚影 虚影凝食 正是高大赤脚的秃顶男子 伊耶尔 何事啊 耶尔问道 修行者文明布下陷阱 我们这一座草原世界被困 九层云层也挡不住他们呢 连接九层云层的引领阵法也被发现 要不要多久就可能被攻破 一旦九层云被毁掉 整个草原世界离破坏也就不远了 什么 耶尔的脸色大变 眼中有着惊恐之色 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兵器草原世界 是耶尔击溃整个修行者文明最大的仪仗 也是他信心所在 如果草原世界被破 那他就几乎等于输掉了 翻盘希望也就很渺茫了 耶尔一时间心中有许多念头 比如修行者怎么能够提前布下陷阱 比如以草原世界内的力量怎么会败得这么快 败得快 他猜得出定是银袍女子他们三个不愿拼命去迎战 可修行者为何能提前布置下陷阱 一时间他怎么都想不通 他也没浪费时间询问 而是立即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 给我保住草原世界 立即燃烧本源撑住 燃烧本源 银袍女子一争 对 我正在赶来 一天时间即可赶到 你们给我撑住 耶尔的面色都冰冷了 这一场战争 我必须得赢 这一座混沌宇宙 我必须得掌控 如果你们撑不住 就别怪我了 银袍女子等三人都是心中一颤 他们知道 这个耶尔开始撕破脸皮了 这让他们心中暗暗发寒 耶尔拼了漫长岁月 如果因为他们贪生怕死 而最终失败 恐怕耶尔真的会 把他们三个给杀了 是 山少本源 我们一定撑得住 他们三个连忙云云道 嗯 虽然局势危险 可也是机会 修行者既然逼你们到这一步 恐怕修行者领袖们 都已经出手 如果有机会 将他们困在草原世界之内 尽量牵制住 等我一到 再一举将他们灭杀 战场放在草原世界内 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是 银袍女子 他们三个都连声应道 很快双方就断绝联系 蒙蒙光柱内 耶尔的身影才消散 这时 银袍女子 他们三个 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对耶尔 还是很忌惮的 对方虽然平常一直微笑 悲天脸人 可终究是他们家乡混沌宇宙中的 仅次于那位掌控者的人物 无尽岁月的准备期待 如果真的失败 谁也不知道耶尔会疯狂到什么程度 燃烧本源吧 银袍女子 黑袍男子 红袍男子 相视眼 立即开始去激发本源了 那是藏匿在整个草原世界 核心最深处的一团 幽蓝色的球体 内含着极为浩瀚的力量 就这么一个球体 力量之雄混 恐怕比整个赤阳玉 都要强上一大截 原本他们乃是 无尽空间中的一个 庞大天体内的本源 而后 被西斯族那位混沌宇宙掌控者给取出 不是任何本源都能取出的 能取出来的 依旧自成一体的是 极少极少的 砰 就在他们燃烧本源的时候 忽然外界传来一声轰鸣 破掉一个 走 去下一个 操纵着神剑的剑宁大戏 那主导黑色大使的红然至尊也大戏 随着彻底轰碎了虚空神闻之后 这一处阵法完全破碎 无法传递能量 让九层云的恢复速度都开始减缓了 仅仅毁掉一处引领阵法 还不至于让整个九层云都毁掉 毕竟 足足有九处阵法传递能量的 有一处 被毁掉了 银袍女子他们三个面色都变了 本源开始燃烧了 微能暴涨 雄魂千倍万倍的力量凶猛澎湃开来 整个草原世界内的微能都浓郁起来 处处都能看到萌萌的蓝光 而剩下的八处引领阵法 也完全达到最大限度的传递能量 大量能量疯狂传递 整个草原世界的阵法都达到了最高极限 阵法承受是有极限的 力量再多 其实也是浪费 整个草原世界的九层云 毕竟有一处阵法破损 导致微能仅仅提升了六层 否则足以提升一倍 红然之尊控制的黑色大蛇 正撑着云层裂缝 纪宁则引领着那一巨大的神剑 攻击另一处阵法 忽然 所有的云层表面都出现了朦朦白光 那光芒照耀在身上很是舒服 带着光明之意 可同时 这些云层的束缚力量 压迫力量也在飙升 飙升了足足六层 须致 达到极限后 提升一两层都已经是很难了 一下子提升六层 让那黑色大蛇都有些扛不住了 无法刺穿了 巨大神剑 又要抵抗九条紫金色锁链的围攻 又需要扛住八层云的同时抵抗 根本无力在攻击阵法 紫金色锁链威力也都倍增 云层束缚力也在大增 我也扛不住了 红然之尊也急了 他引领的黑色大蛇 抵抗的乃是最强的第九层云 草原世界的地底深处 一座大殿之内 红袍男子等三人都坐着 同时抬头看着 透过阻碍 他们看清外界发生的一切 在他们下方 还有着一个个身影 其中包括独眼大雄等 三名至尊级的奇异生命 还有其他一位为西斯族的尊主们 毕竟 除了嫁于那些神殿的西斯族尊主外 耶尔麾下 还是有剩余些西斯族尊主的 比如波万月 此刻就在这 我们要不要动手 黑袍男子咽能道 不急 红袍男子则是皱眉 到现在都没发现修行者领袖们的本尊 那一柄神剑 仅仅只是些原理驾驭法宝行程 更何况燃烧本源后 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再伤害到阵法 我们就慢慢等 等他们本尊降临 到时候 他们将困在这草原世界 这场战争就影响大半了 银袍女子听了也赞同 纪宁他们的确现在是面临困境 如今整个草原世界内的九层云束缚力大增 紫金色锁链威能也在北增 让他们有些扛不住了 收 原本完全贯穿八层云的神剑也迅速回收 很快就缩回到九重云界 并且飞到裂缝处去帮助黑色大蛇 毕竟一旦完全封闭内外隔绝的话 没了原理神念的操纵 这一柄巨大神剑就会完全溃散 神剑之威依旧撕裂着第九层的灰色云层 却也仅仅是撕裂周围千里的范围 耶尔到现在都没出手 恐怕并不在这儿 如今这样的良机很难再遇到 我们得抓住机会毁掉这兵器 帝师之尊说道 恶空之尊也连声接道 我觉得我们本尊也该出手了 嗯 不过得谨慎一点 我们本尊出手撕裂那最外层的云层即可 不得入内 一旦真的入内 西四族如果还有其他手段将我们困在这里 内外隔绝 我们无法利用外界的大阵 那我们恐怕就会被全部灭杀 那就真的输掉了 金宁他们也在暗暗警惕 是啊 他们输不起 好 我们出手 仅仅片刻 一尊威鹅的身影从破碎的虚空中走出 他身形威鹅 腰间有毛皮裙 赤脚行走 全身近乎赤裸 有七面 十四条手臂 头颅正面的面孔酷似寂宁 头颅左侧和右侧分辈有三张面孔 正是轰然至尊等其他六位 同时 这威鹅身形表面 也有着一层萌萌的剑芒 单单行走 就带着无比可怕的威力 金宁他们个个身体强大 近身战才是最适合的 这一具阵法化身 乃是以他们七位以金宁的终极剑道统领 在汇聚整个阵法威能 形成这一具化身的 他们的本尊 个个都在阵法化身内部 化身 自形成来 就生出无尽的剑芒 举手投足 都威能极高 复旦这一化身 可真累啊 纪宁都隐隐生出疲累感 红然至尊他们 个个都有疲累感 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着 外界庞大的阵法运转 又要远距离操纵那一柄神剑 最后还要形成这阵法化身 同时维持三者 怎能不累呢 因为要维持神剑 阵法化身 只能发挥出七阵威力 纪宁暗暗盘算 从战斗角度来说 舍弃那一柄神剑 全力以操纵阵法化身 保持十乘十的战力 这样的威胁是最大的 不过现在 还没到最后 破釜沉舟拼命的时候 阵法化身漫步走来 他走向了灰色云层 十四只大手伸出 猛然的一丝 顿时周围云层翻滚 足足上万里范围 进阵被撕裂开来 阵法化身 撑着云层裂缝 颇为轻松 黑色大蛇和神剑 再度恢复自由 进阵朝下方杀去 草原世界地底深处的 大殿之内 银袍女子一挥手 旁边半空中 也出现了画面 正是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 看你们一个个 焦急的样子 也好 让你们看清 外面发生了什么 好让那耶尔知道 我们三个可没有懈怠 旁边的三头至尊 及奇异生命 和一群西斯族尊主们 都看着半空中的画面 这件画面中 威士滔天的紧紧 穿着兽皮裙的赤裸巨人 头颅上正有着七张面孔 他那十四条手臂 更是有着无穷的力量 轻易地就撕裂了 第九层的云层 撑着那裂缝 除了那巨人外 还有黑色大蛇和一柄巨剑 黑色大蛇正在被九条紫金色锁链围攻 黑色大蛇明显有些扛不住 旁边还有一绿的剑光 帮忙抵抗的九条紫金色锁链 而巨大的神剑 则贯穿八层云层 一次次的竭力攻击着阵法的虚空神闻 肉眼观看 都能看出神剑在贯穿八层云层后 威士近乎殆尽 对虚空神闻的威胁很小 虚空神闻都没有震颤 没有威胁 燃烧本源后 这些修行者已经威胁不到这兵器了 波万岳等一众西斯族尊主们都在议论着 他们能够威胁到 那巨人应该是阵法化身 威力那么大 那修行者领袖们应该就在阵法化身之内 一名高授的西斯族尊主也是说道 如今燃烧本源 那九层云层这阵法化身都如此轻松 他的实力一定比那一柄巨剑还要强大 齐补洛说的对 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那一句阵法化身 立即由西斯族尊主认同 在大殿之上的两男一女却是冷笑 银袍女子催声道 我们怕的就是那阵法化身他不进来 一旦他胆敢进入草原世界 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 到时候不惜一切代价立即断绝内外 一旦内外断绝 没有外界阵法威能引导 他们的阵法化身 黑色大蛇等等都会实力大减 是生是死就进阶取决于我们了 黑袍男子也阴冷道 叶尔已经下令 抓住机会将他们牵制在草原世界之内 待得叶尔一到 便可发动最后杀招 一举灭杀他们 就怕他们不来啊 下方的西斯族尊主们也说道 所以现在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 我们展露的越多 越加会增加他们的警惕性 慢慢等吧 他们发现破不了草原世界 也会心急 一急就可能杀进来 下方西斯族的尊主们都在暗暗的嘀咕 这三个家伙和他们根本不同 他们这些尊主们都是拼命的 可那三个家伙却是得过且过 不过这样也的确有利于引导那些修行者们进来 季宁洪然地势波林等一个个也心骄如焚 他们除了阵法化身没杀进去之外 已经是亲尽全力了 根本破解不了阵法 怎么办 这么下去 根本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啊 恶空之尊有些焦急了 要不我们拼一把 杀进去 不能 天使之尊立即拒绝 如今大师在我 使西斯族拖不起了 我们必须最终决战 我们不能轻易冒险 其实胜利正在朝我们靠近呢 啊 进行他们一个个都是一争 西斯族强大的兵器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能量 这座草原世界消耗是非常大的 你们也看到了 在我们攻破第一处引领阵法后 整个草原世界内威能大增 连虚空中都看到了朦朦蓝光了 大家也都感觉到 那朦朦蓝光中蕴含的强大力量了 纪宁他们都点头 显然 这座草原世界的能量支援 在疯狂消耗 甚至造成大规模的异散 而在一开始 我们连续攻破多处 甚至攻击到那引领阵法 草原世界都没有疯狂 为什么 就是因为疯狂起来 消耗太大 他们也不愿付出太大代价 这要让草原世界 一直维持着可怕的消耗 要不了多久 他就不攻自破了 对啊 能量支援没了 再厉害的兵器 也就是个破疙瘩 让他继续这么疯狂消耗 其实 至尊们也都赞同这点 天使 北明他们一个个都不愿进去冒险 应该也感觉到不对劲了吧 轰然至尊继续说道 在一开始我们攻打草原世界 还遭到三头至尊及奇异生命的抵抗 后来那三头奇异生命逃了 我们攻打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西斯族来阻拦 难道若大一个草原世界就没有控制者吗 寻常一座神殿 还有好几个西斯族尊主 以及其他傀儡等等 难道草原世界就仅仅几条锁链而已吗 吉宁也说道 我也感觉不太对劲 如此厉害的兵器 应该不仅仅只有几条锁链才对 所以我觉得 他们很可能故意想引我们进去 一旦我们的本尊都进去 也就是图穷必限的时候 这一场战争 肯定有最后的生死决战 可生死决战的战场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布置的战场 而不是这草原世界 嗯 是啊 宁可错过机会 也绝不冒险 因为只要都活着 他们就不会输 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机会 吉宁他们同意了想法 便不再交集 只是继续用黑色大蛇和神剑在狂攻着 逼迫整个草原世界高负荷运转 那一处本源在不断燃烧维持着 躲在地底深处 憋着近的那些西斯族们 一直在等待 等待的阵法化身进来 可吉宁他们就是不进来 时间不断的过去 转眼就过去了一天 本源燃烧下消耗快了千倍万倍 虽然仅仅一天时间 相当于正常运转下的数十年时间 这种消耗太惊人了 也是之前的两男一女一直迟疑不敢燃烧本源的缘故 仅仅仅一天 就让整个本源都微小了一圈了 虚空中 一道高大秃顶男子赤脚行走的时空裂缝之中 焦急的在全力赶路 快到了 耶尔很是焦急 也很愤怒 因为他估算过 那一处本源在燃烧下 也仅仅只能维持三天的时间 若是正常 却是能够过百年 现在却已经消耗了三四成了 他怎么能不急呢 该死 竟然一直都没有进去 如果付出这等代价 修行者领袖们都莽撞的进去 那就可以不惜代价 发动最后的决战 先将他们全部牵制住 他再过去主导 将他们全部灭杀 在自己的战场草原兵器之内 耶尔是有把握获胜的 可是 竟然整整一天时间 明明一直攻破不了阵法 可修行者就是不进去 又是一次撕裂时空 直接来到交战的那一处虚空之中 虚空中巨大的阵法笼罩 耶尔一出现 就在阵法氛围之内 几宁他们一个个 立即感应到出现在阵法内的耶尔 是耶尔 吉宁他们都暗暗吃惊 真是厉害 我们的阵法镇压时空 他竟然直接在阵法内撕裂时空 我们镇压时空根本无用啊 难怪之前对西斯族老朝的诸多封锁点 一点都没用 吉宁他们还震惊于耶尔的厉害 终极至尊 终究境界上比他们高太多了 哼 耶尔一迈步 再度撕裂时空 直接来到了草原世界的灰色云层表面 跟着轻易的就穿透云层进去 一鼓波动 瞬间就扫过整个草原世界 也扫到那处于假死之境 一直躲着的波林至尊的法身 非生非死 波林至尊嘛 原来我的那些愚蠢的手下们 并没有杀了你 原来是你暴露了这草原世界的位置啊 耶尔的声音响起 神影已经出现在了第一层云层 一手直接抓向一处虚空 那一处虚空中 陡然显现出了波林至尊的法身 正在焦急逃窜着 在草原世界内 蒙蒙蓝光笼罩在耶尔的身上 只见耶尔紧紧一掌伸出 手掌自然就引导那蒙蒙蓝光 就像金银他们战斗 可以引领道的威能一样 在草原世界之内 耶尔也能引领那威星本源的威能 虽然威星本能无法和混沌宇宙相比 可以让耶尔实力增加了一大截 一巴掌笼罩时空 笼罩生死 波林的法身根本无法可逃 直接被那巨大的巴掌 一巴掌给笼罩住 便被捏成了虚无 若是波林本尊 或许还能坚持两三招 这法身毕竟是心计炼制 实力也弱 在草原世界内 却是一招都挡不住 神剑一直刺穿八层云 既您他们也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这让他们都心惊 波林法身虽然是心计炼制比较弱 可一招就被灭 这也太夸张了 波林 你的法身真被灭了 恶孔之尊问道 你掌控了万道生死本源 也没能逃命吗 真被灭了 一丝都没能逃脱 只要能逃脱一丝力量就能活下来 就像波林至尊 之前被杀的所有魂魄真灵 都近乎被吞灭 可生死边缘 雾头万道生死本源 残存的一丝力量 以及假死之境夺起来 活了下来之后 加上无尽的力量补充 很快就能悄无声息地恢复 可是 以掩尔出手 根本不给他法身逃命的机会 莫顾之尊正中道 他的实力变强了 吉宁也点头 是啊 在这草原世界 他每一招都能引领周围一散的力量 让他实力大增 非生非死 断绝因果 以掩尔一击之下 力量欲要顺着因果去攻击波林至尊 可因为因果完全断绝 无法延续 该死 掩尔显得很不爽 他擅长的是光明 因果生死 他都不算擅长 所以作为终极至尊 即便在生死一道 比掌握万道生死本源的波林 高明一点 可是呢 他也高明不到哪去 至于灭掉一个法身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呀 这是新炼制的法身 如果灭掉经过长期蕴养的巅峰法身 还算巨大收获 这种新炼制的法身 波林至尊转头 就能再炼制出一个出来 既然你们不进来 那就正面碾压吧 叶尔双手伸出 只见那一条条巨大的紫金色锁链 哗啦作响 莫名的气息都开始变化 他们一个个就仿佛横跟在天地间 谁都无法破开他们 紧跟着 他们表面开始带着萌萌的白光 就好像代表着至高存在降临下的惩罚 降临抽打向的那黑色大蛇 在黑色大蛇前方的一缕缕鱼鱼儿般的剑光 欲要去阻拦 可在金色锁链阻挡之下 各个碎裂根本无法阻拦 不好 这些锁链威力太大 比之前强太多了 因果之蛇挡不住 激宁他们大惊 巨大的神剑迅速缩小 缩小且靠近黑色大蛇 同时又要去阻拦救助黑色大蛇 毕竟黑色大蛇可是一尊尊法身呢 其中就有巅峰法身 激宁他们绝对不愿损失的 神剑去救援 同时黑色大蛇也在急剧退缩 欲要逃走 只见五条紫金色锁链游走过来 同时迎向了这一柄巨剑 当当当 激宁他们七个本尊驾驭操纵之下 巨剑未能极大 可此刻这五条紫金色锁链坚韧无比 并且境界上极为玄妙 明明激宁他们力量上还占据着上风 可就是无法摆脱这些紫金色锁链的纠缠 这就是境界上的差距 就像之前三头至尊及其生命围攻玻璃 就算全力以赴也奈何不了玻璃一个道理 境界上如果差 那自身力量除非是占据绝对优势 否则很难击溃对方的 巨剑被纠缠住了 剩下的四条紫金色锁链同时围攻黑色大蛇 砰砰砰砰砰 瞬间轰鸣交击 黑色大蛇仓皇抵挡 此刻这紫金色锁链在燃烧本源下 每一条的威能都极大 操纵它的如今又是噎尔 境界又极为玄妙 黑色大蛇虽然有红然至尊统领 五大至尊法身竭力抵挡 可依旧是仅仅一个照面 防御就告失手了 其中一个蛇头被紫金色锁链纠缠住 猛的就拽断了 啪 紧跟着另一个蛇头 被一条紫金色锁链从高处怒抽 硬生生的抽成了粉碎 里面的恶孔至尊的法身都完全破碎 一眨眼 随着四条紫金色锁链的疯狂舞动 黑色大蛇就完全的崩溃了 五大法身个个崩解战死 一个都没能逃脱 这让吉宁他们个个心疼愤怒 却又根本没办法 因为啊 叶尔一回来 在灭杀波林至尊法身之后 就立即操纵了九条紫金色锁链围攻了 要逃出来是来不及的 毕竟这草原世界太大了 时空又被镇压 黑色大蛇要逃 也得慢吞吞的飞回去 叶尔根本就不给他们这么长的时间 这也是吉宁他们本尊不愿冒险进去的原因 进去容易 出去难哪 那一柄巨剑开始迅速返回 九条紫金色锁链立即来围攻 双方倒也是拼个旗鼓相当 不过巨剑和黑色大蛇不同 巨剑是让七位领袖本尊的力量完全形成一体 不像黑色大蛇 其实是五个各自为战 仅仅彼此配合的好的罢了 巨剑的完全一体 在在纪念的剑道下一招一式的威能都很大 九条紫金色锁链根本无法击败 更别说毁掉这一柄巨剑了 一个呼吸的时间 巨剑就从高空中的灰色云层裂缝中一飞而出 逃出了草原世界 耶尔抬头看着 如果真的亲尽全力是可以留下那一柄巨剑的 可那一柄巨剑实际上就是些宇宙之宝罢了 即明他们完全可以迅速的再炼制出一柄柄兵器来 真正的杀招还是得关键时刻再用 仅仅些许宇宙之宝还不值 耶尔抬头看着高空中 那一尊阵法化身 阵法化身也在俯瞰着下方 随即手臂一收 阵法化身就退了出去 灰色云层完全合拢 整个草原世界再度恢复了平静 在外界 虚空中阵法依旧笼罩着周围广袤的范围 也笼罩着那一座草原世界 看着椭圆形飞行物草原世界 季宁洪然莫古波林天师恶恐地师 他们一个个又心疼又愤怒 之前损失的法身中 须知有三尊都是巅峰法身 就这么被灭了 这让他们见识到耶尔一旦和草原世界联合 那是何等的可怕 其实在早先 耶尔就带着草原世界准备去杀济宁的 谁想济宁先逃掉了 所以耶尔先暂且和草原世界分开 准备各杀一名至尊 莫古仗着自在金桥逃命 而波林至尊则是真的差点就死了 关键时刻误出万道生死本源 才保住了性命 红然说道 这耶尔和草原世界兵器联合起来 的确要可怕得多 他的境界比我们高多了 敌时之尊也摇头 境界高又怎么样 敢入境我混沌宇宙 拼死也得干掉他 就在这时 原本在阵法笼罩下的那一艘 椭圆形飞行物迅速缩小 并且旁边还出现一条时空裂缝 椭圆形飞行物就钻进时空裂缝 这一幕让吉宁他们心中一抽 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的阵法禁制手段是困不住耶尔的 可亲眼看到还是有些刺激到他们 他没走 吉宁他们转头看向远处 在阵法范围外的虚空中出现了裂缝 那椭圆形飞行物草原世界竟然飞了出来 修行者领袖们 你们以为我会逃 不 我怎么可能会逃呢 耶尔的声音回荡在周围虚空的每一处 让我看看你们的阵法到底多强 给我破 随着一声怒吓 只见椭圆形飞行物表面开始生出九条紫金色锁链 紫金色锁链各个暴涨都有万亿里之长 纵横无尽虚空 威势逃天 在燃烧本源的支持下 在耶尔的驾驭之下 开始疯狂的怒抽向吉宁他们这一座巨大的阵法 阵法的破绽 耶尔一眼就能看出 所以攻击处进阶都是关键之处 碰碰碰碰 整个大阵立即震颤起来 媲美神剑的威能又攻击在关键处 这大阵又不是专门防御的阵法 阵法就立即开始震颤起来 我们先走 吉宁他们倒也平静 他们早就留下逃跑之法 在阵法内就有一条早就打通的时空通道 吉宁他们迅速进入时空通道离去了 没了吉宁他们的主持 这一座广袤的大阵 在那纵横无尽虚空的一条条紫金色锁链下 开始崩塌破碎 椭圆形飞行物草原世界的灰色云层表面 冒出了四道身影 正是耶尔和他的三名手下 他们逃了 银炮女子低声道 耶尔 这里是他们的家乡 这些修行者领袖想战就战 想逃就逃 除非将他们困起来 否则我们根本杀不了他们 一个个太狡猾了 见识不妙就立即逃跑 你们说的没错 耶尔点头 要杀进营他们很难 因为他们任何一个见识不妙就溜 耶尔在混沌宇宙内处处遭到排斥 论飞行速度也追不上纪宁他们 先镇压时空让纪宁他们逃不掉 他自己在主动撕裂时空 可实际上空间出现裂缝 首先会有波动的 一感应到波动 纪宁他们一个个都会迅速远离 耶尔依旧是无法追上 之前追杀莫古 耶尔曾经施展类似领域的招式 让莫古逃不掉 可现在 纪宁他们一个个都在一起 联合起来 耶尔再施展领域招式 已经无法再压制束缚纪宁他们了 所以说靠速度 靠撕裂时空 或者是靠领域 任何手段都根本无法困住纪宁他们 纪宁他们是想走就走 想来就来 须知 这一场战争 纪宁他们是不着急的 拖得越久越好 拖个几百万混沌计 整个混沌宇宙 恐怕又会诞生一批强者了 甚至诞生出新的几位至尊 毕竟 有真灵不灭法门 成至尊自然比过去的效率 要高得多了 耶尔说道 他们很狡猾 也很谨慎 不会轻易给我们机会 我的暴露 草原世界的暴露 突然的暴露原本是有奇效 可是我们都失败了 可这些都没什么 因为整个大局 在战争开始前 我就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躲不掉的 这一场战争 我终将取胜 旁边的三名手下都有些疑惑 这么自信 连敌人都追不上都打不到 还能这么自信 耶尔笑道 我说了 一切早就布置好了 你们难道忘了 我在战争一开始 就已经放出了毁灭之潮 毁灭之潮 第一个目的 想要凭借毁灭之潮 直接获胜 靠它吞噬大量混沌宇宙力量 令混沌宇宙虚弱 让我能够炼化掌控 这一目的没能实现 那它还能有第二个更大的用